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博威老师 我教授的科目是税务法规 想当时在研究所的时候 我一次带了八个的助教班级 也就是那时候我发现 我对教学非常的有热忱 真的是教书 真的是让我欲罢不难 而教学这件事情 在我考高不考的期间 也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而后辗转来到了 志光补习班开始教书 最让我开心的事情是 同学跑来跟我分享 他拿到顶标分数的那样的神情 这样的神情 让我觉得这一切的努力都值得了 你是猫派还是狗派 猫派因为他不用人理他 喜欢夏天还是冬天 冬天因为不会出太阳 可以接受超酸还是超辣 超酸因为跟心情一样复杂 可以接受长痘痘还是长鸡眼 长痘痘因为那会好 想要很帅还是很有钱 想要很有钱 有很有钱就能很帅 各位同学 老师现在呢就要使用记忆法 来带大家来直接把法条 我们就把它给记起来 我们现在来讲的是 在法条里面有一个比较难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用你字正语来做一个示范 在你字正语的这个条文当中啊 老师就用前四项来教大家 同学在这四项当中 首先我们要使用记忆法 我们要找出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呢 这四项有什么关系 先把主词找出来 就是他到底在讲什么 第一项是不是讲债务 第二项是不是讲债务财产 第三项是不是讲财产 第四项还是讲财产 好 所以我们已经找出了这四项关系之后 那在接下来我们要把这四个的行为 把它给抽出来 那这四个有什么样的行为呢 同学们 我今天爸爸说 你在外面欠钱 你欠的钱我帮你还 叫做无偿帮你免除了债务 那爸爸送你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全额的部分 那第二个叫做显著不相当 帮你承担债务 你今天欠100块 我帮你今天我还了 你还了10块 我今天帮你还90块 那我送你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属于90块的部分 而第三个呢 一样的概念 我拿我自己的钱 无偿 你不用还我任何钱 我帮你买了一个财产送给你 那我送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我帮你花的这笔资金 那在接下来 下一个是显著不相当的代价 我帮你买财产 你今天一个东西100块 你今天只要出10块 我帮你出90块 那我送你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90元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四项 介绍了刚刚的关系架构以后 我们其实就可以把每一项就背出来了 其实在请求权时效内 我无偿帮你免除债务 其债务 是不是就送你这笔的债务金额 第二个 是不是我们说 以显著不相当帮你承担债务 或者是购置财产 其差额的部分 而第三项呢 我今天拿我自己的资金 我帮你购置了财产 我送的东西就是其资金 而最后一项 以显著不相当的代价 帮你购置财产 其差额的部分 有没有很厉害 这样子呢 我们针对这四项 使用记忆法 其实我们可以找出 它的彼此关系以后 就会变得好备非常的多 遇在人前显赫 遇在人后吃苦 同学们一起加油哦